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夜晚深夜的桑普论证的时间 我是桑普,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这个频道 能够继续支持频道的成长很重要的 每个人都希望赚到钱,但我先以声明 我也不是说没了多少钱,我生活不了下去 OK,我绝对觉得希望大家多多帮助的话是为了协会去着想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这样支持 也都希望,说得好的,多多支持,点赞,也都希望大家做好的事 但我不会像有些人说的,你不点赞,赞不是我朋友 我不会这样的,OK,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 继续讲刘世良事件,刘世良事件已经发烤了一段时间 昨天我做了一段片,也有很多人看 几百个留言都吓我一跳 当然,我都不是看到一些批评我的言论就会起讲,很不开心,忧闻,满满不乐 我不会这样的 就是出来做事,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接受有公众人物 我要接受很多人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今天我补充的观点,希望大家要搞清楚整件事 核心在哪里 我都再重复一事 我从来都不是说我没有立场 我有一些我暂时的结论 就是我说,证据上面 我昨天都说过,证据上比较倾向 是对于刘世良不利,而对陈翘有利的 我都是客观地看这件事 有很多人说,三浦你都不客观 我只是说,第一,我掌握的资料 绝对不止刘世良所发布的所有的片段 这些我全看了 也都不止很多是其他人批评他的一些说法 有些时间关系,有些最近一些片我没有看过 譬如徐先生,徐世华拍的片我未必 徐少华拍的片我未必一定立刻看完 当然也有部分的片,也都留待之后去看 但是我尽量去看 我掌握的绝对不止于这些公开的信息 有些事情,因为某种原因 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即时公开 因为公开的人,应该留待其他人公开 在整件事里面,我跟大家说一句说话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第一,我和刘世良素妹平生 不认识的 第二,我对陈翘也不认识的 我只是基于这个地方,我客观地看回 很多我在幕后收集到的资讯 我发现有几个迹象,希望大家明白 第一,资深的传媒界的朋友 不是说一些政论,什么KOL 我不认为我自己是KOL KOL代表是opinion leader 我不是opinion leader 也不是Kia,大家不要这样说我 我只是commentator,评论人 其他的一些记者,传媒界的朋友 和当时候,在整件事里面 有牵涉在里面的人物 里面的一些证词 Handle那些人物 我不可以具名出来 因为这件事,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我是有资料 有些是传媒的证据 有些是直接的证据 有些是他们的现身说法 我是很清楚来龙去墨的 就是比在外面看到的消息是多 而这些事,将会陆续 我会很肯定地跟大家说 陆续在各大媒体上出现 可能是一次,可能是两次 会越来越多人 将真相讲清楚 OK? 那你们要慢慢看 譬如说,我给一个tips给大家 这几天,看看南华早报 OK? 那里面有很多的讲法 会更加将真相披露出来 不是说要挟告谁告不谁 将事实讲出来 那你说事实真相是怎样的 那我们再看下去 第二件事就是说 我们在分析这件事上面 我都尽量希望不预设立场 到今天我不会咬定 我绝对不会咬定 就是整个 哪个 这个 刘世良 就是一个骗子 跟他那些 全部是斜交信徒 我都不会这么说 也都不是这么想的 OK? 我认为这件事要搞清楚 我认为这件事要搞清楚的事实 先再算 我都不相信很多人支持刘生的 是我的敌人 OK? 我都不认为支持刘生那些是邪交信徒 我绝对不会这么说 也都不会这么想 因为我会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逐渐 基于不同的事实 要改变的时刻 譬如我 曾经小时候支持过大中华 后来已经变成不是这样 我会觉硬的 我会想新的事 是吧? 同时我都会看到 有很多人 会对于一个人 前后有不同的判断 譬如对某一些政治人物 无论是民主派的 本土派的 或者是建制派的 你都会因着不同时间 有不同的观感 我相信大家看这个节目 甚至没有批评我的人 很多都有独立思考 我不会因为你不同意 我的意见 视你为敌人 这是第一件事 我们会分析一下 以下这几点 这五点 就是这个节目的初衷 讲一讲究竟 现在形势是怎样 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会讲回 第一件事 譬如在赵氏读书生活里面 Facebook讲到一点 他都和我的想法非常不弱而同 南华早报没有拥有作者的处名权 也都没有拥有这本书 原本出版的编辑权 而编辑权和处名权 包括在照片旁边的文字描述 作者的罪言等等 应该是作者自己手中 尤其是作者的罪言不是处名权 不是编辑权 而根本是一个独立的著作版权 你不可以说 现在讲一下照片 现在讲个自罪做什么 自罪就是有侵权就是有侵权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不是因为一个人讲过 要没有讲过 就等于有和没有侵权的判断标准 有和没有侵权是视乎客观的行为 OK 作者的自罪在2006那本书上 和南祖无关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2017年那本书上 有没有经过乔叔的授权呢 这个问号 我提出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说 照片 即使是南祖拥有智慧财产权中 即知识产权中的著作财产权 但 这些照片的处名权 亦称著作人格权 或者精神权利 Moral Rights 根据Burn Convention 波伯恩公约 是属于 永久属于 乔叔 以及他死后的继承人 自己查一查公约 看看法律 不要跟我挑战这件事 OK 自己看完再跟我讲 好了 这件事究竟又没有 这个 经过乔叔的批准呢 这个关键 所以一直以来 大家一直说 南华早报已经有充分授权 这个 这个 刘世良使用这些照片 或者他怎样做 那我首先就是说 这件事 是另一件事 OK 我先讲的就是 照片的处名权 以及这个 治罪的版权 究竟有没有经过授权 而这些和乔叔的肯定 授权有关的 OK 要解决这个争议 赵博就说 应该不困难的 作者和出版社之间 想必应该有一些书信 E-mail 短信的通话记录 拿出来就能够平息纷争 而不应该是由动机作出推论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你不是跟文革那些一样 要这个 无辜的人被告拿出证据来 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 和不治正己的原则 这样跟我说 我就说 第一 How can you prove the negative 你怎样去证明 你从未经过我的授权呢 OK 就是譬如 有一天 我假设跟刘世良无关 A的珠宝被B偷了去 接着B就说 我的珠宝是经过A授权的 A就说 我从来都没有授权给你偷我的东西 那你是法官 你会问什么呢 那你会问B 究竟你说已经得到A的授权 你的根据在哪里呢 你一定会问这句话 你不会叫A 你证明给我看 你从没有授权B的证据是什么 How can you prove the negative How can you prove nothing 这个是常识嘛 OK 你就算去到法庭 刑事的justice都会这样去处理问题 当然你要证明别人有偷东西 你要符合每一个控罪元素 要去做一个判断 现在我们就在做这件事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是吧 但你不会不问 喂 B B B 你 你要 没有签书 喂 这件事 根据就是说 有一幅相 就是 刘先生 特意送这本书给陈翘 一个合照 另外就是 在一间茶楼里面 那就是有水和田先生 Thomas Wong 还有另外董培生 董培生就是这个金融很多漫画 那些小说插画的作画者 作画家 Thomas Wong也是漫画家 那也都水和田大家知道 他摄影的一个高手 那三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同场 另外就是看到 乔叔 也都为了一个Thomas Wong 去签一本书 签一本书 那究竟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 陈翘方面这一方 也都要讲清楚几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我不是偏袒陈翘 而是说这个要讲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会合影 第二 为什么会去这个饭局 第三 为什么会签这本书 之后 哪个时刻 开始生气 开始反悔 是不是之后很多年 都一直没有反悔过 还是早已经有反悔 我可以这么说 我已经有掌握到的证据 就是它本身 都是不悦的 就是有不悦的证据 是很快出现的 而为什么后来又不了了之 这些疑点呢 是需要有很多的证人 媒体 甚至其他的证物 证人 书证 物证 人证呢 他继继续去补强 所以我说 我不会咬死 现在乔叔那边永远是正确的 不是这样 这方面是值得保强 这方面是值得继续去追寻 探索的 OK 但 刘先生 你说 因为合照 因为签书 因为吃饭 因为跟你一起聊天 于是乎 等于 已经 授权 同意 你去出版这本书的话 我想这个证据是 薄弱的 我们起码 就刚刚赵博说的 你都起码有一些书信 email 短信的通话记律 如果你没有的话 在普通法上面有 叫做 parall evidence rule 就是你口头上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呢 我觉得 基于这个parall evidence rule 你自己读一下 Command law 在本案 很难 基本上不太可能 会成立一种授权 或者同意的 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 另外呢 我看到最近 冯熙乾先生 也都是他的网页里面 就讲了下面几句话 我觉得是 说到肯兴的 说到重要的地方的 也希望大家 好地去读一下他这篇文章 仔细 认真地阅读他这篇文章 我觉得寫得相当好的 那他里面呢 就讲到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刘先生一再强调 陈翘同意这一项出版计划 也都完全知情 但什么是同意和知情呢 他认为可以解释得具体一点 假设刘先生所言非去 那他必然清清楚楚 和陈翘讲过一段话 大意是什么呢 乔叔 现在帮你出版摄影集 这本书点篇 用什么相 写什么字 叫什么名 统统不用理你 出完书 你没钱的 版权那边 就我搞 总之 你只是给你一世人拍的相 我就行了 那可以吗 如果刘先生这样说 乔叔答OK 还有一些较扎实的证据 例如白子黑字同意书 那就是大家认同的 认可的同意和授权和知情 可惜 刘先生几次回应 都没有告诉大家 是不是说过类似以上的说话 到今天我看到他两次的回应 首先拍一段七八分钟的片 讲一大堆的东西 讲每一天发生什么事 没有回应到这一点 接着在有一段长的节目 最后的几分钟 讲的也没有回应到这一点 自然会令人 一些人觉得解释未够周全 那如果真的有充分的解释 希望他不要再擠牙膏了 一次性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另一边相 我相信 逢亦都期待 陈桥家人披露更多细节 举出其他人性和物性 正如我所说的 刚刚几个大问题 为什么合照 为什么出席 为什么地方签书 为什么后来生满气 为什么后来不了了之 这些事 讲清楚 说明白 这些是未清楚的位 那 他就说 举出其他人性和物性 我是非常同意的 表明 爸爸在在生的时候 的确反对出版 既然陈老先生七年来 一直在这儿 扭扭著 知情者应该不止一个女儿吧 至于南华早报 和记协等知情者 我都很肯定 很多人都知情 和同情乔叔 他们若能交代一下 公众就能更容易 拨开云露 不自沦为党派 而是意气施责 这个就是重要 我都希望这件事 能够尽快加以平息 但平息根据 不是祸兴泥的 一人少一句的 掃落地毯底下的 不是这样 而是将真相讲清楚 然后呢 错的就道歉 对的 也不要得洗不饶人 我想这件事情 才是我希望做到的目标 这是我一直觉得 做人应该这样做 很多人可以做正的 是吧 你说人格正人的大把 我就说阿兴姐 是不是要呢 是吧 或者是说 你很多的 记协的前辈们 有些我互相都和他们认识的 我不说名 是不是可以呢 接受访问 或者是出一段声明出来呢 南华早报 我都知道很快 也有全版的报道 那我先买个关子 自己去看 我就说这件事呢 大家真的要搞清楚 一件事 OK 那 我想这件事上面 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呢 我看回潘东海 无论大家对他的评价 如何都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在 他是不是诚意间的事实呢 我想他最近 在Facebook 几个小时前 他把一个片段 插录下来 就是说呢 刘世良在以前2017年的节目里面都说过 就是和一个人一起对谈 对谈之中呢 对方说过 我们也都答应了南华 我们会去义务做了这本书 刘世良在现场并没有否认 本来只是默认这件事 就是说呢 是默认了义务处理这本书的 免费 那你别说义务出这本书 也义务收钱 有很多义务出来了 义务出了这本书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免费 不收钱 是吧 你别跟我说义务 义务教育 什么是义务教育 免费教育 就是说呢 义务出了这本书 就是什么 公益的 义务的 就出了这本书去 你别跟我玩自失 OK 这是第一件事 那就是义务出这本书 你有卖钱呢 说明一下 那如果真的有卖钱 为什么前后不一呢 我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说明是义务出这本书 是不是得到南祖应成的前提呢 南祖应成刘世良出书的前提 是不是一 免费 二是为乔叔九十岁 触售 触售 去做这件事呢 而第三 当时在茶楼发生这件事 是不是为了流传一个证据 是为他曾经触售 而给回南祖的一番交代呢 而所有的人同事 都是不是串好的呢 这个就是问题 我没有说答案一定是这样 你不要冤枉我 我就说这个是个问题 就是 接着 留意在Facebook里说过 我们正与 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商讨 合作举办 香港历史与新闻摄影的展览 所有的收入 将会用于推广本土历史 和这个是新闻的问题 新闻摄影的问题 那你就代落自己的袋 去买车 买楼 吃饭 是等于用于 推广本土的历史 和新闻摄影呢 那你的用途 如果不是这样 你用在哪里 可不可以交代清楚 到今天 没有交代 我希望他会交代 我希望也鼓励 期待 他会交代这件事 所以你说 这件事没有经济利益先期 有些人就说 喂 我贪都不是贪这些钱 贪这些钱是做什么呢 各位 他说十几万 有个人说十五万 算多少 我当你三百本 乘一乘的数 十五万而已 十五万而已 十五万 刘世良大把钱 我怎会贪那十五万呢 你觉得是一个logical argument 很多有钱仔 乐士多都是偷同堂的 而问题就在于 你没有偷 那你说你没有偷 你是一个 表述上的一些 偷偷 或者错误的认知 那问题来了 那 就是 我会觉得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你是不是应该 第一时间 要跟这个家属 狠谈 对话 而不是 我要告你 那这个 我不知 所以出现的话 你说要家属 才负有责任 要跟你 say sorry 那我觉得就很奇怪 那现在就是 alleged 的一个 theft alleged 的一个 盗版 说是你嘛 那是不是你觉得 有些事情 我不是盗版 我只不过是 当时和乔叔 溝通不清的 一个正常人 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是在那儿 骂家属 而是乔叔 贪钱 你第一件事是什么 和家属说 真是很多事情 不好意思 当时沟通不良 其实 当时在什么情况之下 呢 乔叔有这样的答应 你会这样做过 好 那这个就是我要问的问题 第三件事 就是说 我不喜欢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所谓的KOL 无论你多少的粉丝追随都好 这个没关系 你KOL多大 多少的粉丝 多少的铁粉 并不在于 你一定是 就是做所有的对的 正如你可以同一把尺检验我 他会写一句 在留言里写 请大家帮忙 去到消失的档案 Renews 他们的留言 讲句公道说话 要城寨消失 就是国家机器的目的 其他KOL加入 打击同行 OK 实在呢 是令人唏嘘的 这些说法 既打KOL加入的打击同行 又说是国家安全风险 十足十那些呢 黄丹啊 Metoo事件的时候呢 有一种脱罪方式 我是文文人士 我是未来中国总统 你搞我 一定是你不对 国家机器的目的 你打击同行 令我唏嘘 所以 绝绝都是这样 我想这些叫 唯动机论的说法 是不对的 和我不喜欢 发动一些 所谓的 网军 OK 留粉的方式 来不断揣扰 不同人士的一些 Facebook和YouTube 我再说一次 我的YouTube 和我的Facebook It's like my home My garden 是我自己的property 你来我的property 我觉得不欢迎 我会把你弄走 这个没有道德的obligation 也都没有道德的 就是所谓的妇女在里面 这个地方我地盘 这个地方不是公厅 这个不是shopping mall 是我自己的YouTube 我自己的patreon 留言板 是我喜欢一些 吸引大家留言 我鼓励大家自动留言 你当然可以善意批评很多东西 但是不断重复发同样的东西 来做一种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这样做 你自己看下去就知道 你看今次的节目 下面的YouTube你就知道 不断同一个idea 不断是这样 人家支持我的 就留一个言 罵那个人 喂 这是网军行为 我为何留你在这个地方 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是什么 大佬 这些行为 不是这些网军 不是这些粉丝自发的 如果加了这句说话 就是城寨 这个留言 是城寨自己留言的 刘西良的系统 自己留言在一个地方 就是 就是动于网军这样做 这件事很差 你这样搞成一种非常不民是非的事 我们希望的就是理性讨论这件事 我再说一次 陈翘的整个case 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 我都说过几件事 为何合照 为何去个饭局 为何你要签书 再说一次 没有签书会 不要误到大家 为何在查楼上签书 你的授权根据在哪里 你不可以说 我是被你控告的 你要负所有的举证责任 没有法官要求的原告 检控方 要 prove the negative 你问所有律师都知道的 你起码会问辩方 就是问这个 刘西良 喂 你出示当时授权的根据是什么 我刚读了冯先生 冯希权写的那段 你说这些东西 陈翘说OK 这个就是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就是issues 现在不澄清就是罗生门来的 很多人说得对 你不澄清是罗生门 但证据上是 air on 陈翘的事 because 我知道一些比较忘后的事 现在不是一个时机说 我要等媒体一个一个说出来 所以我为何这么说 我留下一个所谓宽容的空间 令到刘先生 如果你真的做错的 那你就道歉 陈先生的家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说的事没有根据的 是有疑点的 你就说出来 OK 你问我 我今时今日 觉得整个证据是比较lean in favor of 陈翘这一方的 未到终局 我不下定论 第四点我说的是花圈问题 什么叫花圈呢 小弟呢 小弟呢 和很多其他评论人呢 也都经过其他人的帮助呢 也都致赠花圈呢 给这个陈翘先生 他们在桑礼的现场 就是在温哥华 我没有办法出席 那住在温哥华的刘先生 我就问你 你为什么没有送花圈呢 那记住哦 家人对你的发难和指控呢 是致赠花圈这个时机之后 发生的事情来的 就是送花圈那一刻呢 家人并未对你作公开的指控的 那我的问题来了 那究竟你为什么不送花圈呢 你在2017年的节目讲到呢 陈翘居公决委 这个是光影纪录 无法再复制 那我觉得他是 好像伪人一样 又和他吃饭 又是Thomas Wong和他签书 又是水和田 Thomas Wong 等等的人和他见面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刘先生 你这么尊敬这个前辈 为什么你不去智桑呢 你去焗宫都没有呢 没有空 不要紧 你有没有送花圈呢 你有没有慰问他的家人呢 可以肯定 负责任地有正有句 和大家说 你没有 有人拍了整场的花圈 证实没有 Why 那你是不是对他的尊敬是假的 完全是口讲一套 实际上心里面就把他垃圾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你自己觉得心中有愧 于是乎不去 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你知道 乔叔 及或其家人 早已对你不悦 你不希望老虎头上钉膝 于是乎不去 看不外乎这三种可能 如果你有本事 你就和我说第四种可能 但这三种可能 哪种可能的话 你道德上都有缺陷 是吗 OK 如果你说你不是 我双敬是乱地解释 你解释给我看 为什么 没有送花圈 OK 当然这件事已经是说到 这个和本案无关 我只是和 我们怎样认识 刘先生 他这个行为 你会使得别人 我现在不是说法 我不是说合情 即是你的合法 合理合情都需要 你知道吗 这个和法无关 但是和情有关 这个情在哪里呢 这个理在哪里呢 是不是 所以我紧紧 补充这几点 即是跟大家讲一讲 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了 未来会更多陆续的事会涌现 但我只是想说一点就是说 如果 刘先生一直都拿不出一个很十足的 说服力的一种说法 或者证据 或者一个说法 或者collaborative evidence 去告诉大家 如何获得 陈翘的授权 当时 他获得陈翘的授权 在哪一天 和陈翘对话 在说什么 OK 如果你是oral evidence 要符合一个普通法里面的 paral evidence rule P-A-R-O-L-E 自己去查 OK 你要符合这个paral evidence rule 你是否真的符合呢 而你成为了一个成立的证据呢 Sorry No In this case 你要取得 人家起码清晰的授权 那你说人家已经认同了你了 因为你签书 你签书那刻已经认同了你了 那你首先要搞清楚 人家在签书的封面上 是否等于 对于里面的所有的事物 都知道你在搞什么 然后 你可不可以排除一个情况 就是说 当时他有些细节不知道 就是譬如说 我假设一种情况 我只是假设一种情况 就有很多种可能的情况 就是乔叔 知道如果你为他出品书 而义务出版分文不取的 他会同意的 喂 这些我照片 那 蓝祖有这些这样的著作权 那你如果真的要出版的 都是这个名字的 如果你真的免费去这样做的 那他不会有大的问题 后来才发现原来你卖钱的 整件事就变成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 我还有千百种解释 在后面就是说 不是千百种 好几种其他的解释 在后面可以说 乔叔怎么生气是有原因的 还有你看冯先生的帖文 你都知道 乔叔之所以不说 是有很多原因的 就是很多原因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KOL 很有名望 翻手为云 覆手为鱼 其他人 说的所有的说话 都可以让你完全 完全可以出去 像鲨鱼那样吃了之后 就吐出来 害怕的 他都说了 我想在冯先生的文章一开始 说了A和B的故事 自己看回 这些东西就是 说给大家知道什么 绝对有可能就是 乔叔 是怯于你的仁威 有冤无老数 甚至没有抑郁很久 这种情况 绝对有可能发生的 绝对有可能发生的 并不是说 你不是毛泽东 有些人说 你全都不是毛泽东 又不是习近平 你怕什么 不是这样的 有舆论压力 有舆论压力 我做这个节目 都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韦 是有舆论压力的 我不和大家 在这里 扮中立的 我只是说 我掌握到多少分的事实 就讲多少分话 OK 你说我是不是为了这个 所谓的流量方面的东西 说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 有多少流量可言 我看过的东西 也不是整 十万人 二十万人 三十万人 是不是 说真的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只希望大家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这件事解释清楚一个关键点 授权问题 不要围动机论 不要注心 但在法外 有理与情 这方面 留很多地方 站不住脚 我只是说到这里 日常有机会 有机会 还有新的信息 可以和大家再作分析 我都希望这件事 这个新闻 不会占据我这个频道 太多的时间 我都希望做回其他的消息 但因为大家都有关注 和很有争议 我希望将我的一些想法 澄清 希望大家了解 我们下一次再见